交通 华工厂组接被黑的那天 你在哪里 外面啊 能具体说一下吗 这私人的事必须得说嘛 我跟我男朋友在外面玩呢 去哪玩的 去哪玩的 真 真好意思说嘛 不是 您说我能去哪玩啊 你老板王宜珊 有一个开启化工厂电脑的 中控系统秘药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从来没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我就是一秘书 这么专业的事我不懂 这差不多了吧 我可以走吧 我和菲菲刚刚对这个秘书进行询问 从她描述中我就知道 这个刘宁宁顶多算是王一山的生活秘书 包括什么秘药啊 她化工厂的这些专业上的东西 知道吗 她根本都不知道 那要这么说的话 这个刘宁宁一定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我和林彤去询问王一山的时候 她全程陪伴 对于怎么进入机房 如何操作电脑以及秘药 她一清二楚 可是她跟你说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肯定在撒谎 你确定吗 确定 刘宁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刚刚走 我能说如果想要用她还能拨撰 可是她的事 你听到 102 002 002 004 003 001 005 002 006 002 002 005 001 002 002 005 01 007 001 001 001 002 001 003 002 007 003 001 002 002 005 002 05 0003 002 005 001 008 005 001 005 002 005 002 000 白би到我 竟粮到她如果把她的那张公司 叫的车 刚刚走 对 我给柯大打个电话 快点 喂 柯大 徐菲 你电话打得真是时候 什么都不要问 马上出货现场 地址我发给你 好 我知道了 怎么样 让我们先去个现场 去现场啊 陈队 陈队 多少情况啊 从现场勘察的情况看 他是从十七楼追下 死者的死亡时间 是在上午十天左右 还有什么 队长 这个死者就是刘宁明 她从咱们警队离开以后 就回到了公司 在公司接了个电话 随即离开 然后就到了这儿 什么电话 现在还在查 没有结果 队长 你看看这个 这是从死者包里发现的 非常可疑 上面是看查了吗 看过了 玻璃碎了 然后死者坠落 上去看看 狗 我 跟刘宁宁通话最频繁的 就是这个号码 对 这就是王一山的手机号码 刘宁宁是王一山的秘书 他们俩之间通话频繁 也是正常的 嗯 这个刘宁宁离开公司之前呢 接了一个电话 只有临时号码 但是通话记录里呢 只有一个 这个号码结果可能是 凶手使用过的 周丽宁死亡的当天 刘宁宁和王一山之间 有没有什么通话记录 还真有 这个周丽宁死亡当天呢 王一山和刘宁宁通过电话 但时间不长 只有一个人 一秒钟也是个嫌疑的 是 不会这么巧 所以说这个王一山呢 嫌疑还挺大的 王一山 嗯 走 我们已经拿到了周丽宁家门口的所有监控视频 一共是两组 可是两组监控视频呢 都被黑客入侵并且修改过 因此我们现在无法在视频当中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修改的手法呢 和修改化工厂监控视频的手法是相同的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是同一个人所为 我和刘宁童呢 会尽快地完成视频复原的工作 那个王一山的秘书刘宁明 离开咱们警队以后啊 回了公司 在公司接了个电话马上离开了 但是去了哪儿我们还没有查到 刘宁那儿的通话记录我调出来 他呢在离开公司之前确实接到过一通电话 是用临时号码打过来的 由于是临时号码 根本无从查询 在他的通讯录里呢 联系最多的是王一山 在周立永死亡的当天呢 他们也有检查通话 还有一个非常可疑的号码 他们之间的短信呢 非常爱 王一山在门口的监控视频 不是都看过了吗 他跟刘宁丁的关系已经很清楚了 而实际上里面还有第三个人 应该就是这个发案的短信人 这个人叫陈聪 是刘宁宁的同事 他每次在半夜里陪着刘宁宁 去王一山的家里 但是每一次呢 王一山都不在家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目了解 陈聪在哪儿查你 查到了队长 已经派人去盯了 我现在不明白 你们把我请到这里想说明什么 你对我们有所隐瞒 隐瞒 我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还隐瞒 真是可笑 刘宁宁 说说你和刘宁宁的关系吧 我和刘宁宁 我俩啥关系啊 我是老板 她是我秘书 一个公司的能有什么关系 据我们了解 你们俩不应该是这么简单的雇佣关系吧 那你说什么关系啊 我们调取了你家大门口的全部监控 还要我说的再明白吗 要不给你看看 我承认 我们在一起很久了 这件事情呢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因为对谁都不好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刘宁宁之死 跟我一点不发生关系 你说这个刘宁宁死和你没关系 你有怀疑的对象吗 当然有啊 这话怎么说呢 其实刘宁宁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其实我也早就知道 他身边有个男人 这个男人叫陈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我现在过去啊 拜拜 亲爱的 我家里出了点事 我今天就回去呢 出事了 什么事 我妈她摔了一跤 我现在必须赶回去 不是 你看 刚才我姐给我打电话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那赶紧回去吧 阿成 完事我回来陪你啊 你们不妨可以向她了解了解情况 不是 警官 我到底犯啥事了 您这半天不说话 不 我要犯事您跟我说呀 我这 我都不知道 我这什么事就把我叫来了 刘丁呢认识吗 认识啊 那个 我们是那个 一个公司的同事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不 这我怎么知道 人家在哪儿我怎么会知道啊 我听你们公司同事说 你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你不会不知道啊 我 我们俩就普通同事 就是上下班打个招呼那种的 我 我 我真不知道 普通同事 普通同事 普通同事呢 你跟我谈一谈 你们两个有一个半月运会的事 这 这不可能 这 这绝对不可能 这 这是诽谤 我跟你说 您 您 您把那人这样 我跟他对质 我跟他就普通 是吗 你看一下 这人是你吗 怎么了 我觉得不合适 你说 王艺山万一回来怎么办啊 他出差了 他不会回来的 这 有点别扭 别扭什么呀 走走走 走啊 我跟你说 什么事啊 万一他回来这事 我跟他回来 这 这 是我 但我跟你说 那件事他强迫我 把我拉过去的 我根本不想去 那件我下回家的 让他飞拉过去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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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他揪着我去 你知道吗 你看你看这事 这么显示呢 我 我不想去 我 我就想问 刘宁现在在哪 我不知道 说 刘宁在哪 我 我真不知道 我 我那天我半夜我就回去了 我也怕王总他突然回来 那我这不就完蛋了吗 我 我 我半夜我就 我就闪了 你走了以后你去哪儿呢 我就回家了呀 后来呢 见过他吗 后 我 我们那天是 说那个后来再联系 但我后来给他打电话 他电话就已经打不通 我 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他呀 不是 警察同志 我 我知道我这事我错了 但我 我 我真的 我再没联系一下他 我到现在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各位 周丽颖的命案 炮工厂事件还有刘宁宁的死 他们之间是否有联系 我认为是有 而且是必然的联系 我们现在只把目标锁定在 黑客 电脑 还有密钥上面 能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些 在刘宁宁的案发现场 我们发现一个包里面有些验照 是不是情商 谁干的 他生前跟什么人好 他为什么要把他杀了 或者有别的目的 我们不要看表面 表面上 这几个人都是花工厂的人 如果他们的死跟花工厂有关系 那事儿太简单了 王一山的公司 谁最有可能性 王一山 还是这个阮城 都有可能 但是现在似乎案子 停滞不前了 所以都要查下去 有可能 案子背后的真相很简单 但也可能很复杂 表面上是好人的人 他有可能是真的凶手 他有可能是真的凶手 查下去 你爸爸经常打你吗 我习惯了 问一下啊 你妈妈呢 她五年前也被我爸打走了 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哦 她老师 她不许得了 你我把你拔了 你都比她好 那哈哈 这些白天 这一点 你看不见她 但怎么会不见她 雷夭总部 这是一段被修改过的视频 从面上看 是平平静静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的手法 和我们要找的X黑客 十分相似 我算了一下 他们被黑掉的时间 大概是29分钟 而且呢 路线就是从楼下到机房的路线 他们对路线如此熟悉 我判断 要么是内部人作案 要么就是黑客高手在作案 而且 能在29分钟之内进入 并且黑掉监控摄像 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 放一下 现在大家看到的 其实就是真相 这是一段被黑客黑过的视频 我把它复原之后发现 X黑客 就是利用提前录制好的视频 来替换他们行走路线的监控 大家仔细看 这两个人 应该就是我们在找的犯罪嫌疑人 而且 他们的路线就是从机房出来 从这儿逃走的 因为是被审 所以呢 我们没有掌握到犯罪嫌疑人的项目 但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第一个人影 看身形应该是个男性 跟在后面的应该是个女性 背着个双肩包 就这么多了 目前我们能掌握的只有这些 那他们进入大厦的监控怎么样 我还在复原当中 来 来 来 目前基本可以确定 周琳和刘宁宁的死 都与化工厂的黑客入侵案有关 在刘宁宁的死亡现场 发现很多杂乱脚印 就这一点来判断 黑客应该不是一个人 他们是团伙作案 其实这个刘宁宁是非常可疑的 因为她和王一山之间的关系不一般 如果说最有可能拿到这个密钥的 那只能是刘宁宁 但她拿到这个密钥干什么 她为什么要交给黑客 她和黑客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的目的是什么 还不知道 如果说这个刘宁宁 她可能拿到这个密钥 那么杀死周琳宁的人就可能是 但事实上 从她的行动轨迹来看 她并不具备杀死周琳宁的作案事件 但是她有作案动机 陈聪的审讯有什么具体结果吗 陈聪 她跟刘宁宁就是个情侣关系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她应该跟这个密钥关系不大 怎么不在是怎么办呀 对 Moy 盯轩哪那么容易 说不定 一会儿他就有什么行动 波哥 你说这个阮宇兰 是那个X黑客吗 他连自己的节约作业都没完成呢 怎么看也不像啊 人的行为是有欺骗性的 要不然咱们干吗费那么大劲 审这个犯罪嫌疑人呢 我这门经卡要是丢了 我可能连工作都退掉 怎么可能给别人一样 你再好好想一想 你身边的人啊 包括你女儿 哪有没有拿过门经卡 我女儿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就是把门经卡放在他面前 他都不会要 宇兰 宇兰 跟你说话呢 整天就知道玩游戏 这事不干 工作也不去找 什么丑子 慢慢去劳啊 知道了 喂 好 你在这儿等 我去看看 小姐 您好 请问您需要什么 给我来听雪碧吧 好的 请稍等 小姐 您的雪碧 多少钱 五块 给 谢谢 请慢走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您好 刚才那位女士是我朋友 她买什么东西呢 她要来凭雪碧 雪碧是吗 您是这里的私人 对 干多久了 两个月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什么情况 为了这女孩跟着这么远 她就买了一瓶雪碧 你这奇怪不行了 就买一瓶雪碧 那肯定有问题啊 当然有问题 她具体问题出在哪儿 还不知道啊 只有两台电脑可以进入化工厂的主控系统 一台呢是王一山随身携带的电脑 还有一个是周丽颖客厅的电脑 但是有了电脑还不够 还需要密钥 周丽颖家的那台电脑就是 黑客用密钥进入 那谁给黑客这个密钥 因为 这个密钥是王一山随身携带的 最有可能拿到这个密钥的 一定是跟她最亲近的人 是谁 刘宁宁 我们都知道了 是她的情人 现在刘宁宁死了 周丽颖也死了 谁干了 黑客吗 如果是黑客干的话 她为什么要杀害一个帮助她的人 他们之间肯定有什么交易 所以黑客才把她杀掉 什么样的交易 为什么要杀掉她 可他 刘宁宁生前 那个电话本里的最后一个电话 是谁打的 追查了没有 这个呢我们一直在查 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 我怎么又没人呢 难道让她给跑了 坐 你怎么能确定 这次对警队电脑系统的袭击 不是X黑客干的 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这个X黑客我们很熟悉 它的作案方法呢 我们也很了解 它每次作案成功后呢 都会在现场留下一个X标记 可唯独这次没有 她入侵电脑后台 一般都是为了窃取部分资料 可是她从不删除任何东西 还会故意地留下一些犯罪痕迹 可这次却什么都没有 所以从手法上 确实不太强X黑客 你又不得了 我是 什么 你再说一遍 阮宇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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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开口 并不代表什么事都没发生 也不能隐瞒罪行 明白吗 现在几点了 四点一刻 在等人吗 X黑客是不是你 或者说 X黑客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组织 你别问了 化工厂的主控系统是我黑的 刚才辖区排除走的人打来电话 说我阮宇兰自首吧 阮队让人把他带过来 现在 已经在神黑神里 为什么要选择化工厂呢 因为一个人 谁 我爸 为什么 因为他对我不好 他老打我 我要报复他 从我记事起 我爸就打我妈 我妈受不了就抛卸我自己走了 我妈走以后 他就开始打我 我讨厌他 我要报复他 我要给他点教训 要对你 我要了 只能不能把他带回来 好 可以 他只能够 怎么办 你不用了 现在还不需要 有人在配合你 那是谁 就我一个人 我是学电脑编程的 像黑掉化工厂的主控系统 小餐一碟 这么轻松啊 我的目标是黑掉美国白宫呢 你在电脑编程方面 确实达到了一定高度 这个我们了解 不过要说你是X黑客 那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我就是X 大名鼎鼎的X 但是我们了解到 X黑客这个名称 是在美国出现的 我们也知道 它出现的具体时间 很遗憾 那一年你还没有到美国 而王文浩 比你早一年到了美国 我认为他的可能性更大 我说对了吗 你还想替他隐瞒什么 X黑客的名称是我盗取的 我用它 理所当然 什么时间盗取的 在美国的时候 在美国的时候 具体时间段了 一年级 快上二年级了吧 就是说你人刚到美国 英文说得还不太好 英文说得还不太好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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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认识 我认识 你也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为了我的梦想 什么梦想 作为一个黑客的梦想 在这个城市里 化工厂的主控系统 防火墙是最完美的 能黑掉它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那你是怎么进入化工厂的 拿门禁卡进的 你哪儿来的门禁卡 偷的 我们想到哪儿 在哪儿 不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也就是说 你拿着门禁卡 进入了化工厂的主控机房 然后自己一个人的操作 黑掉了化工厂的电脑主控系统 是这样吗 是的 不可能 要进入化工厂的电脑主控系统 需要有两个人 同时操作两台电脑才能完成 难道你有两个脑袋 四只手吗 更何况 进入主控系统的端口 并不在主控机房里 周丽颖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 刘宁宁呢 不认识 你再好好想想吧 王文浩父亲的秘书刘宁 你不认识吗 你知道化工厂主控系统的密钥吗 当然知道 见过没有 东西我拿回来了 就你们俩人在家 就你们俩人在家 这是什么呀 阮亦兰家的 怎么了 笑什么 不是 莫德哥 你知道什么是硬盘吗 这里头有个硬盘 是可以拆下来的 就这么大点 一放钱包里都拿回来 一点都不拆 莫德哥 你怎么不少说 不是 伯哥 我真想告诉你 但是你抱着又跑 跑太快了 没睡上了 这这么大 你家门口 为什么装了那么多监控啊 从小家里就我一个人 多装一些 安全 那监控录下 你通常会保留多久 我不保留 那装那些监控有什么用呢 我在家的时候 没事看看 你知不知道化工厂 有一座废弃的大楼 不知道 也许是我没说清楚 就是化工厂后面的那座楼 你去过没有 我从来没去过 你刚才来的时候 背的那个书包 你用了多久了 我一直背着 从来不离身 也就是说 你 埃克斯黑客 还有其他人 是你们共同组织了 这次对化工厂的协计 是吗 你 埃克斯黑客 还有其他人 是你们共同组织了 这次对化工厂的协计 你要是这么想知道埃克斯是谁 我可以帮你找出来 好啊 怎么找 只要他上线 最后有IP地址 我就能帮你把他找出来 平常你和他联系用的是什么账号 把他写下来 什么人 我想没想出 你怎么想看 你怎么想看 你怎么在这边 比你准备好 你不要放大 我真的无谈 客戴 又有人攻击警队的防护系统了 我知道 我正在看 这玩意挺执着的 第三次了 要我下个补丁修补一下 别动 别动 千万别动 我已经在看了 已经升级好了警队的防护墙 现在他们只有一个机会 就是通过漏洞 穿过我们的防护墙 他们为什么总是攻击警队防护墙啊 不行 这时候我再给他陈队汇报一下 好 去吧 客戴 到现在为止 这个黑客攻击了我们警队的网络系统 多少次了 三次了 都守住了 我确定 都守住了 我呀 已经升级了咱们警队的防护墙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现在没有办法进行软件更新 还有修复漏洞 因为我一旦这样做的话 他们就有机会通过这种方式 穿过我们的防护墙 那个时候就太危险了 也就是说这个黑客 不被我们抓住的话 你就永远不敢升级这个网络系统 理论上是的 因为安全风险太大了 再想想有别的办法吗 我和林同一直在非常努力地 找更好的办法 但是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找到 刚才阮宇兰交掉了一个网络系统 和一个邮箱号 你想想 能不能通过这个网络系统 和邮箱号 反过来去攻击他 怎么样 可拿被这找了吗 他反径上能力很强 在有效的追踪时间内 他撤出了我们的后台 不过我已经把病毒程序 以邮件的方式发送给他了 可是 现在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他要不打开这种邮件的话 那我写的程序就完全没有用了 那你说的这不是废话吗 你怎么能确定他一定会把邮件打 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 邮箱是软玉兰提供给我们的 如果X黑客经常使用这个邮箱 那他随时就有可能打开这份邮件 只要他打开邮件 我就有办法追踪到他 只能赌一赌 现在也只能这样 好 怎么了 他没上线 等我们抓到了真正的X黑客 你想不想知道他是谁 我不想 陈队 我给X发送的邮件被打开了 已经定位到了准备位置 我们现在就赶回去 来来来 双手离开键盘 做好了 做好了 耳机摘下来 说你呢 这台电脑是你一直在使用吗 是啊 我现在怀疑你用这台电脑 入侵了我们警队的后台系统 现在请你跟我回去 接受调查 我没干过这事 我一直打过信你呢 这台电脑是不是你在用 是 是 是就对了 走 起来 客套 没错 就是他 好 知道为什么让你来这儿吗 不知道 打游戏也犯法吗 我们研究过你的背景资料 你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研究游戏对战的方法 打断你一下 我是一个设计者 我设计的是游戏对战平台 供世界各队的玩家互相竞技 对 你利用游戏对战平台 黑掉了你们学校的电路系统 当时 学校给了你严厉的惩罚 他们胡说的吧 有什么证据吗 当时校方有绝对的证据证明 你利用黑客软件 入侵了学校的电路系统 从上大学起你就是一个黑客 你的黑客名字叫X 我说的对吗 你在说什么呀 我真的听不懂 这个阮宇兰 说谎的可能性非常大 刘宁宁的死应该跟她有关 因为在刘宁宁出事的地点 留下了她的脚印 这个人 还具有非常高的黑客功底 以至于柯达在她的服务器上 都没有发现任何损迹 这个阮宇兰呢 还具有非常高的心理素质 对她的审讯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发现 非常明显的漏洞 他们应该是团伙作案 阮宇兰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另外 她还具有非常强的反侦查医生 从他们家门口装了很多监视器 就能够说明这一点 臭丫头 你整个事都忍到警察局了呀 你冷静点 军官 我现在能被她调回去了吗 可以 孩子以批评教育为主 可不能打人啊 放心 我扔过她 让我回家 冷的 这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呢 都抱有一定的小心心理 拖 满 赖 骗 扛 我们呢就得对症下药 敲 拍 点 缓 突 好的艺术员呢 都是掩耳不发 以退为进 原则性发问 随时给她埋雷 等她上钩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釜底抽薪 引蛇出洞 一路高歌猛进 一边打着外围 然后呢 这个案子呢 口供就拿下来 你想摸透对方的心理 对方也想摸透你的心理 其实就是一种无意的过程 哎 懂吗 胖哥 嗯 咱们盯了三十七个小时 你说了三十七个小时 不是你那金身头真可以 你说你 你这个年轻人怎么回事啊 你想盯一辈的时候啊 胖哥 这话说回来啊 这你年纪比我大呢 是啊 我上进呢 所以你也得跟着进步啊 哎 胖哥我跟你说 这都两点多了 你说这小女孩怎么不睡觉呢 又得通宵 这金身头跟你似的 哎 他男朋友不是在咱们这儿吗 睡不着也是正常 老哥 您顶会儿啊 我 稍微休息 哎哎 哎 刚说完 不能睡了 我跟你说啊 丁梢是两个人 万一要他从别的地儿跑了呢 所以我盯这边吧 你盯哪边 人家在那边 你盯那边 盯这边 我盯门口 你盯这后边 说说你是怎么黑进化工厂的吧 化工厂是我爸的 也是我的 我用得着黑嘛 要进入一个化工厂的主控系统 对任何一个黑客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你觉得对你来说不是吗 那你应该去问那个黑客啊 你问我干什么 进入主控系统 第一个挑战应该是防火墙 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东西 密钥 你是怎么拿到那个密钥的 怎么 连自己 是那个著名的黑客X 你都不敢承认啊 能说说你的儿子吗 我儿子 好 怎么说呢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很乖 但是有的时候不让我省心 整天沉迷于电脑当中 但是学习又挺好 干吗你 我去训练 训什么练 训什么练 又去打游戏是不是 刚回来就打游戏 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为你将来自己的事业 好好想一想 将来 我对继承家业没有兴趣 我想过我自己的生活 回来 我告诉你 我要不给你钱 你连网巴你都去不了 所以你又出家 收买我的队友是吗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可是呢 他就是不同意 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没少吵架 他想往自由 他想做他自己的事情 最近呢 他迷恋游戏 其中有一种游戏叫什么战队啊还是什么 我想不起来了 他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当队长 他跟我说 如果这场游戏要是赢了 能赢一千多万 我认为纯属是扯淡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黑客吗 少说有一百多万 你凭什么怀疑我 因为只有你知道化工厂的外网端口 在你爸的公司 而且 只有知道你爸的密钥 才能进入电脑的操作系统 你说的不对吧 设计妙的人知道 公司高层也知道 你凭什么说只有我知道 公司高层知道不足为奇 而你一个非操作者知道 这就是一个疑问啊 我跟你说了我不知道 陈队 你刚才说这些事情 我认为有处处 因为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对他的培养是精心策划的 让他出国深造的 拿学位 目的是什么 回到国家里 对吧 来接替我这个公司 对吧 来接替我这个公司 对不起 我送他一个最大的礼物 真的是 有一定的 要应该如何 就这样 都不是 对不起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密钥 什么是密钥 密钥就是公司 公司就是密钥 这就是我的用心良苦 所以陈队 我认为我儿子 不会做出过格的举动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 我的儿子 在哪儿发现 这个信封是在王文浩的卧室 酒杯下面发现的 藏非常隐蔽 大家看这些照片 应该都是从刘宁宁的视角拍的 是她的自拍 这么隐私的照片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王文浩的家里 而且会藏着这么一笔 王文浩他到底想干什么 有没有这种可能 王文浩想通过这些照片和视频 去要求她 周丽颖你认识吗 当然认识 她是我爸的合作伙伴 是从小就认识吗 是啊 最近有没有去过他们家 没有 你再好好想一想 到底有没有去过他们家 绝对没有 那有些事你可就解释不清楚了 如果你没去过他们家 为什么 他的电脑上书桌上 到处都是你的指纹 我不知道 解释不清了吧 这有什么解释不清的 我这次没去 我以前经常去 客厅 卧室 厕所 哪里都有我的指纹 这有什么不对吗 那电脑上的指纹你怎么解释啊 我用上电脑玩游戏了 用的哪台电脑 客厅那台 那就更奇怪了 他客厅里那台电脑 需要密钥才能打开系统 你不是说你没密钥吗 你的意思是 一块有两把密钥 不止 我家里也有 既然有这么多密钥 你干嘛还让刘宁宁给你送了一把 他没给我送过密钥 他有 他不计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